在韩国,有不少优秀女演员通过韩国电影走向观众 作为一个女演员,能做到美貌与演技并重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女演员由于性别原因通常都只能吃青春饭,当花瓶 而想要有演技就意味着要放弃很多物质方面的东西 并且要比别人更加用心努力 红的机会也要比被人更加少 因为有的要求,便不会随便接戏 出镜率少了,自然很难保持超高的人气 而事实上,在韩国这个娱乐业高度发达 明星更新换代异常迅速的国家 这样的女明星还真不少 今天就来盘点十位实力派女星 第一位是郑玉美 2019年之前,郑玉美在韩国电影界还是一个普通的存在 但在2019年,她主演了一部相当重要的影片 那就是82年生的金志英 这是一部被不少韩国男性抵制的话题之作 郑玉美因主演该片而成为近几年最勇敢的韩国女演员之一 之前,她已出演过《熔炉》、《普山行》等大热影片 还因为吕丝与孔牛合作而拥有比较高的话题度 但遗憾的是,她一直没有获得一个比较重磅的奖项 82年生的金志英则让她第一次拿到韩国三大电影奖项的最佳女演员奖 第二位是金泰黎 将年仅31岁的金泰黎放到这个行列里是具有争议性的 她出道才7年,携带作品与观众见面的时间也才5年 但她却代表了韩国新生代女演员这个群体 从她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个演员对于表演的向往与追求 2014年,她从1500多名演员中脱颖而出 成功参演了小姐,并在里面展现了精湛的演技 除了小姐让金泰黎在韩国三大电影奖上拿下新人奖外 她还接连出演了《小森林》、《1987》、《阳光先生》等作品 各个都是口碑与收拾、票房皆丰收的佳作 不仅如此,她还和李炳献、何正宇、金韵石这些顶级男演员们同台合作 未来的潜力不可顾量 第三位是孙艺珍 很多人认为孙艺珍根本佩服上是实力派女星 而韩国媒体当年也评价她是最被高估的演员之一 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她总在扮演同一个角色 老是被局限在爱情故事中 但如果从现在的时间节点来看 孙艺珍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 她的作品中既有历史、灾难、也有犯罪题材 扮演的角色中既有悲情的末代公主 也有被幻听折磨的女儿、海贼首领等 39岁的孙艺珍早早地就拿下了韩国三大电影奖的影后宝座 成为这一年龄段中仅有的大满观演员 论人气,孙艺珍还被形容是中午录票房力第一 2014年,一部海盗拿下了超过800万观影人士的调演成绩 2020年年初,孙艺珍与玄斌合作主演的《爱的破将》拿下韩国本土收视冠军 老天爷赏饭又急会吃饭的女演员可能就只有孙艺珍了 第四位是裴斗娜 在韩国影视圈,走另类路线的裴斗娜绝对算不上是美女 但她说话直接爽快的风格,反而在众多女星中凸显了自己的独特 在职业规划上,裴斗娜从来没有惆怅过 出身名门贵族的她,在自己做平面模特时期挥绝了著名导演的邀请 后来在凤绝好指导的喜剧片《绑架门口狗》中 凭借着亮眼的表现,她获得韩国青龙奖最佳新人女演员奖 其实很多观众熟悉她不是在韩国本土的作品中 反而是在那些美国电影里 从2012年的云图 再到2015年的《木星上行》和《超感烈杀》 裴斗娜用真实自然又毫不夸张的演技成功征服了许多观众 如今已经42岁的裴斗娜虽然没有票房热门作品 也没有得到太多奖项 但她是很多知名导演喜爱的演员 那些源源不断的优秀影视作品 让目光一次又一次地聚焦到她的身上 第五位是全智贤 全智贤是最具知名度的韩国女演员之一 且表演领域横跨电视剧、电影 因此盘点韩国实力派女演员不得不提到全智贤 对于表演,全智贤做的是不破不立,不立不破 当观众都以为她是野蛮女友时 她靠着雪花蜜善终其苦隐忍的雪花 颠覆了人们的想象 当观众认为全智贤就是千颂一时 她又在爱沙中完美演绎了爱沙团总队长 这么多年来没有人质疑过全智贤的演技 人们疑惑究竟该给她贴上什么样的标签 可那些标签又被她自己一次又一次撕掉 回到现实中 观众夸赞她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美丽 不是外表,而是内在的率直、独立 以及在价值观和生活工作方面的优异表现 如今已经40岁的全智贤 不知道她在演员录上还要给观众多少惊喜 第六位是金明喜 谈起金明喜 大多数观众肯定能想起那部 由普赞玉指导的小姐 她在里面饰演贵习诱惑又复杂迷离的秀子小锦 但围绕着金明喜一直离不开一个人 那就是导演洪尚秀 很难说两人谁成就了谁 因为金明喜给洪尚秀的电影注入了灵魂 而洪尚秀的故事又给了她最好的舞台 从这时对那是错到独自在夜晚的海边 这些作品让金明喜走上了国际舞台 回到韩国本土 她拿过青龙奖影后 又在百想艺术大赏上拿了两次大奖 如今39岁的金明喜虽然没有惊人的美貌 但是那明朗的微笑却是韩国人的最爱 很难想象未来的她还会取得什么成就 第七位是李英爱 一部大长金让李英爱火了近20年 她对这个过于完美单一的人物 呈现出丰富的层次 才使得长金纯真又成熟 兼具知性和感性 李英爱像星星般玲珑的眼神 还有那独特的魅力 给人一种不可或缺的印象 也因此获得了氧气美女的称号 在她的演艺事业中 主要以电视剧为主 从演技大赏的新人奖到人气奖 最佳演技奖 再到最高荣誉大奖 李英爱创造了传奇 虽然她的电影作品并不多 但是每一部都是实打实的经典 作为电影演员 李英爱踏踏实实地靠着作品 走上威尼斯电影节红毯 并两度在柏林电影节上担任评委 2010年李英爱为了相夫教子选择隐退 2019年她通过请寻找我重返大荧幕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又怎么可能被观众遗忘呢 第八位是金慧秀 1970年出生的金慧秀 她的气质在韩国女明星中很少见 同时她也是中五路金字塔间的女演员之一 15岁时金慧秀就靠着在雀巢广告中 青春迷人的形象成为国民初恋 并顺势进入演艺圈 在漫长的演艺事业中 她拿过三次青龙奖影后 而在韩国票房号召力上 金慧秀主演的作品几乎都能超过损一点 如今已经51岁的她 从来没有因为年龄而细路受限 而对于表演 她只需要几句台词和一个眼神 便能将信号中专业女行警的面貌 表现得淋漓尽致 所以观众怎么能忽略了她的表演呢 第九位是尹静姬 选择尹静姬并不是只说她一人 更是代表了韩国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一批女演员 比如尹汝珍 罗文希 金慧慈等女星 她们被誉为国民妈妈奶奶 出演了很多影视作品 尹静姬作为代表人物 是这里面地位最高的人 作为中五路的泰斗级演员 她在1967年拿大中奖最佳西人奖 之后相继拿下了三次白香影后 两次青龙影后 两次大中影后 在戏外 尹静姬选择西影 远走法国 2010年 尹静姬受到导演李沧东邀请 重新出山主演了电影师 这部作品获得了很多奖项 尹静姬和那些老戏骨们可能系路受限 一直在演着同一类角色 但他们对表演的掌控和对艺术的追求 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 第十位是全杜妍 从广告模特到电视剧演员 再到电影演员 全杜妍走着韩国女艺人最传统的晋升路线 她的演技有令人畏惧的真实感 像快乐到死中出轨妻子的人性复杂 像蜜羊中那寡母丧子难以形容的被 全杜妍总是将合作者逼到墙角 把观众逼回现实 全杜妍在韩国本土拿了六座青龙奖 四座大中奖 三座百想艺术大赏奖 但最高光的时刻 是在2007年的嘎那电影节上 从那时起 她成为了韩国第一位 亚洲第二位嘎那影后 也成就了至今无法超越的巅峰 除了上面提到的女星 其实还有很多演技 绝佳的女演员没有提到 那么米西木中的韩国实力派女演员都有谁呢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这里是洞见人物 喜欢别忘了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